第25题 下列哪一个图形最接近0到25秒间车子的加速度与时间关系图 它给的是VT图 VT图的直线代表加速度 我们看到0到5秒钟 它的这个斜子间代表加速度 而它的是正的越来越多 所以表示呢 加速度是所谓的正方向 接下来的5到15秒 它的速度是正值越来越少 后面的15到20秒是负值的越来越多 所以表示呢 这段的加速度呢 是负值 然后接下来从20秒到25秒呢 它加速度呢 又回到了正值 因为它的负的呢 就会越来越少 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 我们加速度如果跟速度同方向 速度就会越来越大 加速度如果跟速度反方向 速度就会越来越小 所以我们看到呢 它的加速度有分说三段 正方向 负方向 跟正方向 所以显然只有B跟珠 是符合这个情况的 但是我们又看到了 这个正方向的加速度呢 只有5秒钟 这个方向的加速度呢 也只有5秒钟 但是中间这个负方向加速度呢 却会有15秒钟 所以负方向加速度的时间比较久 我们看到图形上面呢 只有我们的B 是符合这样的说法 所以第25题问我们说 哪一个图形最接近 0到25秒间 车子的加速度与时间关系图 那我们呢 答案呢 要选择的是B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